从事农业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 可以回收的利润又不稳定 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 逐渐成为了现今大环境下的危机 由师傅青年局发行的清创刊物第五期 就针对了桃园各地的青农做了详尽的报导 叙述了青农们如何运用资讯科技 以及现代化的设备来翻转传统农业 改善耕作的品质以及效益 我们的菜是用水种 这是用水种 吃下青农制制的水跟蔬菜 让市长征文餐再不绝口 记者会现场来的许多青年农民 这些都是青农们运用资讯科技 以及结合新设备所生产出来的优质农产品 以前看到的说像是不知道农业之后要干嘛 那目前加上科技的一些结合 其实农业有更多的一些想象跟做法 那针对食品的安全也会更加的可以更加的注重 米饭去做一些结合之后 用那个轻松就是说轻松简单的方式 也不用再去多余的一些烹煮 那用吃饭一口一口的方式 就把蔬菜的营养都吃到身体里面去 让小孩的这些的增长发育不受到影响 翻开最新一期的青年局青年创业杂志 里面强劲的报导了桃源市侠内的五组青年农民 他们有的利用自身专业 建造厂房设备培育自由品种 有的利用单一品质 均一价格建立口碑 发展出不同于传统农业 并且更有效益的作物品质 那我们希望在人才技术品牌跟资金方面给他们协助 让我们桃源的农业成为小而强的农业 那年轻人的创业事实上是非常具有动力的 只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土壤 更多的这个水 更多的阳光 他们就会长得很好 市长郑文菜在场表示 市府鼓励青年创业 只要事业体涉及桃源合法登记 年龄在20到24岁的民众 都可以向青年事务局提出创业贷款利息补贴申请 利息补贴贷款金额最高可以到300万 欢迎青龙以及想创业的朋友提出申请 大家好我是新闻 大家好我是新闻 我是新闻的四五下报道